2020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 八位佳麗與小姐姐的美麗對話 今年我自己非常開心 因為等了這麼多年 自出娘胎 由媽媽的肚子開始 我希望終日一日不是參加華裔小姐 終日一日可以在我的節目中 可以訪問華裔小姐 今次謝謝新時代電視和加拿大中文電台 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安排到 今屆2020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總決賽的 最後八位入選參賽者 八位佳麗 可以在小姐姐好這個節目中 我可以訪問她們和她們聊天 當然我肯定是很大壓力 你知道和英俊聊天是別的樣子 但是和美女聊天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今天訪問她們 我是自己不懶得 妝要化 要設定 我差點要穿晚裝 不然我怕和她們合影 可能這件不夠 那件不夠 總之壓力很大 經過我和她們溝通之後 真是非常好 我們八位參選佳麗 在今個星期一年幾日的時間 每日我都會邀請兩位佳麗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除了大家可以到官方網站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可以看到她們每位佳麗的 profile 看到她們的出生地點、年齡、身高、職業 有甚麼興趣愛好 還有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去了解她們之外 我都很希望透過小姐姐好 訪問她們的環節 能夠了解到她們不同的一面 今天其實有兩位佳麗 來到小姐姐好這個節目中 首先是1號的Krista 然後有2號的Mia 我首先會和1號的Krista聊聊天 Hello Krista Hello 大家好 你好 你是在美國出生的嗎 對 你可不可以盡中文的能力 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是1號Krista 馮梓盈 今年23歲 我剛剛在多倫多大學讀完 anthropology 或是psychology 上年畢業了 現在我就在眼科醫生做 對 我剛才很好奇的 準備訪問之前 眼科醫生在做的職業 其實主要是負責一個甚麼工作 我主要是幫病人去預約職 還有如果醫生要把病人去refer 去specialist 那裏 我就幫他們在專科那裏 做訪問 還有基本上是盡量令到整個office的flow 是比較順暢 很順利的 我又想問美國出生的你 你的中文是否很小時候 都已經說得那麼流暢 還是你也知道 參加華裔小姐 其實有一個很必不可笑的 就是怎樣都好 都要鍛鍊自己的中文能力 我基本上這次參選 我覺得要鍛鍊自己的中文是最難的部分 除了跳舞之外 但現在你說得很好 我盡量的就是 說到跳舞 我了解過你 就是你說小時候 其實你一路的強項雖然不是跳舞 但你有一個很與眾不同的特點 就是你從小是騎馬 你知不知道現在騎馬 對於現代社會家長培養自己的小朋友來說 是一個很高級的運動項目 是高級去學鋼琴 或者去學樂器 或者其他 你自己怎麼看 你從小可以給你這個培養呢 我一定是 覺得自己比其他小朋友來說 是比較幸運 因為 我作為一個家長 如果你想 你肯讓小朋友去學騎馬 你都要有這麼大的膽 因為你始終 這個運動是有自己的危險 有一個危險度 所以 我很感謝那一陣子 爹媽媽真的肯讓我這麼放膽 讓我去學騎馬 你幾歲開始學? 我那陣子 我八歲到開始學 對 開始的時候跌過多少次? 我又有很久沒有騎馬 但剛剛那兩年 這兩年來說就跌過一次 但真的很害怕 作為家長 特別是你當時 八歲的時候 爸爸媽媽已經被你接觸 通常人家八歲 在加拿大就是養貓 養狗 撐到家裡 養蒼鼠 什麼蜥蜴 你要跟這麼大的好朋友 一起做朋友 對你人生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騎馬 他教識了我 怎樣 可以去悉心照顧這隻馬 因為你騎馬那時候 你不只是顧著自己 你還要顧著一隻馬 還有你們兩個一起 當中會有很多困難 除了你跳欄杆 還有困難 還有你溝通方面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要去面對 所以我覺得騎馬 教識了我怎樣 有永不放棄的精神 那我也想問 怎樣跟馬馬溝通 通常給大家一個很好的提示 對 你除了騎馬之外 你要建立感情 對於我來說 其實你花一些時間 跟一隻馬一起 幫他按摩 梳下毛 這是最好的方法去建立感情 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身邊暫時沒有朋友 像你一樣 從小幾歲大 就可以有這個條件 還有這個能力 可以去學騎馬 直至到這麼大 因為你給我的感覺 非常非常斯文 水汪汪的大眼睛 你說你是幫眼科醫生去工作 我也相信 我剛才還想問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去黑眼圈 我最近黑眼圈多了 等這個轉頭再問你 好 那個時候 我想跟二號的佳麗 Mia聊聊天 Mi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非常好 我看到你的時候 就是有一股非常自信的感覺 很自信的感覺給了我 還有一開聲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覺得你是我的同行 謝謝 我覺得你有同行 好 你猜為什麼我有這樣的感覺 我猜我們可能在彼此的聲音共鳴中感受到了彼此 因為我想跟各位聽著節目的朋友說 Mia她是讀真的跟我們這一行是很息息相關的專業 所以接下來我想Mia自己去介紹一下自己 Mia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從你的中文名字開始吧 OK 大家好 我叫Mia 那我的中文名字呢 是楊柳 就是柳樹的那個楊柳 好美哦 對 很多人都說這是一個藝名 但其實不是是我的真名 對 然後呢 我本科的時候學習的是播音語主持專業 也就是說如何去培養一個專業的普通話的主持人 所以我會有很多發聲 氣息 土字 公共演講 這方面的訓練 那在研究生的時候呢 我又學習了電視新聞還有公共關係 所以我目前在做市場營銷和公共關係方面的事情 也是希望能夠把我的傳媒背景 然後再融合上一些公關的東西 以後可以幫助到更多的品牌更多的商家 你的這個目標真的非常的清晰 Mia的目標是非常的清晰的 還有他能夠給我的那種氣場 就是氣場 一走出來就是有這種 去好好地跟別人去communication的能力在這裡 你覺得這個是你天生有這樣的一個天賦呢 還是後天真的除了天賦以外 自己做了一些特別的訓練 我想問Mia會不會是除了天賦之外 後天經歷過什麼事情 可以給一點tips 給一下正在聽節目的朋友 可能有時候我們會很害羞 害羞 So shy Don't be shy Just try 但是怎麼樣訓練 你們方靈幾個 對 因為其實如果說天生的話 就是我是一個性格很開朗的人 而且我從小就非常愛說話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要去訓練一些公共表達的話 可以從常識和身邊的人不斷地去說話去訓練 去增強自己的這個表達欲望開始 那其實像我後期學習了播音主持和新聞方面的這樣的背景 可能會給我在土字發聲 還有公共演講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我覺得自我表達它還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斷地學習 那像現在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嘛 有很多很多的舞台 像是社交媒體呀 包括你在工作和人際交往當中 生活當中處處都有自我表現的機會 那不光是你的語言表達交流方面 還有你的服裝 你的儀態 你的聲音 還有你整個的性格 都是你的一個信號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現在要不斷地去強化一些品牌意識 自我品牌意識 去想著如何更好地了解自己 然後如何把自己的信號準確地傳給自己的受眾 那你怎樣做到這一點 你怎樣做到剛才Mia所講 就是怎樣可以透過自己的一個摸索和成長 去將自己的定位就是告訴自己的受眾 你是怎樣做到這一點呢 我覺得哪一個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一個例子來舉例 比如說社交媒體 那現在我們每個人都用社交媒體 可能它不光是一個交流的一個渠道 更多的很多人用作是工作 或者是用來去認識朋友 那麼你希望能夠呈現給你的工作夥伴和你的朋友 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呢 你可能就需要去在上面強化一些你的形象 比如說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穿衣風格 怎樣 比如說你是一個很甜美的人 或者說你是一個想要表現出你是很專業的人 那你要從你的穿衣風格 你的這個拍照的風格 你的生活方式去讓更多的人通過這些信號 讓我來了解到你 你知不知道各位聽眾 當Mia一邊說的時候 我自己的潛延默化一邊挺胸收服 我都在想我給大家的形象是什麼 所以我想求一下Mia 我相信你對Krista會比較熟悉 我相信Mia對Krista會比較熟悉 因為她們一早已經開始去做些訓練 走Catwalk 練跳舞 那你的專業意見 以你的經驗 你覺得Krista的形象的定位 Image她的定位 她的個人品牌 對應該是怎麼樣呢 對 因為我覺得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就是 她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對 而且她的這個頭髮的髮質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她今天又穿了一身皮衣 哇 所以這樣的三個這個意象結合在一起 再加上她聊一些賽馬這樣的主題 所以我就會覺得她今天給人傳達出來的一個信息 就是非常的幹練 聰明 冷靜 而且加上自己賽馬的這個背景故事 會有一種非常酷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去Krista的Instagram上去了解她 好 我們主要私人的社交媒體 所以我們暫時先維持 我們主要就是上到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以及我們新時代電視各大的社交媒體 就是關注我們這麼多的街禮 在這裡也趁著最後的時間 我想請Krista 你呼籲一下 你告訴大家 你覺得你自己直接說 Selling Point 是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支持你呢 我覺得我自己的Selling Point 是 我是很Stay true to myself 我覺得跟其他街禮來說 我自己的性格比較突出 真實的人 除了對自己很真實之外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有時候會比較光強 光強一點 但你的樣子不像的 很sweet的 但你有很堅強的一面 對 確實是有很堅強的一面 是看情況如何 變成會帶到我自己不同的一面出來 有時候會很溫柔 但有時候要堅強一點 我也可以 好 這個眉毛魚雞外 加健康並重 OK 謝謝Krista 好 謝謝小Mia 你也想一下 你作為我在聽你說話 其他的聽眾朋友在聽你說話 我們為什麼要支持你呢 我們為什麼要支持你呢 你告訴我 對 因為我給自己的定位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愛笑的一個女孩 如果你的生活當中想獲得更多的快樂的話 那你一定要關注我 一定要支持我 因為我代表著快樂 好 今天節目時間很快 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我們各位的華者 當然記得上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同時關注我們所有的社交媒體 就會了解到他們更多 我很期待會再次見到他們 今天多謝1號的Krista 和2號的Mia 希望很快可以再跟你們聊天 謝謝 謝謝